表格筛选,接下来我们来依名次的排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,我们要来做排序 当然名次是依总分,对不对 所以呢,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,点选这个总分的箭头 这时候再来点选哪一个,由大到小 总分372最高,最低的是什么 269,那名次就简单了 1,第一名,Enter,2,Enter,还记得吗 选这两个,然后往下拉,就做完了 好,接下来在1,错号牌,点错号,由小到大 好,1号黄玉文是第12名 2号吴碧文是第9名,就做完了 所以这样做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要跟同学讲 那在名次的地方呢,在有个rank的函数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介绍函数的用法 也就是说,当我分数改变的时候 名次会自动调整 不需要再加总再重新算 当我分数改变的时候 名次会自动调整 那是rank的函数 所以函数很棒的,给我们后续会跟同学介绍 接下来就能够看这个函数量 去到这个函数颗的函数量 这就是函数在函数颗的函数表处